在沈阳森林动物园内有一个奇特的展示叫做贺放飞 每天上午11时和下午14时 十多只人工似玉的丹顶鹤就会走出龙舌一起飞向天空 在这惊艳的场景背后 是一名又一名为拯救丹顶鹤这一宾威动物默默付出的鹤管理员 近日记者就近距离观看了这一奇景 并探访了相关工作人员 刘彦霖是贺放飞的主管 他从2009年至今一直从事鹤类饲养以及行为训练工作 十余年间 放飞和照顾的鹤已达上百只 他告诉记者 鹤放飞在外人看来是美景 但是对于这些被饲养的丹顶鹤 则是十分重要的锻炼时间 目前放飞的鹤大多是两三岁的亚成体小鹤 因为长大后的鹤太野 饲养员很难保证他们的安全 为了能让这些小鹤安全的飞行 刘彦霖和他的同事 每天都要重复枯燥的陪伴工作 让这些小鹤熟悉他们 就是每天去上了陪着他们 就要是熟悉我们吧 要么因为它特小 如果要是飞出去的话 就容易走失了 因为它从小是圈阳长大的 也不适应 现在不适应野外生存环境 据介绍 鹤放飞是沈阳森林动物园内的 沈阳鹤蕾人工繁育研究基地的一部分 该研究基地是1990年 国家建设部批准建立的 中国唯一的珍稀鹤蕾 保护和繁育研究部门 在这里 工作人员每天都收获着 来自鹤蕾的痛与快乐 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进去 种鹤会攻击人 但是一般小鹤 或者是我们散放鹤 经常进去的话 看着我们会 欢迎我们去喂食 有比较爱跳舞的鹤 你去喂食的时候 它会挺高兴的 跟着跳舞 通过30年的努力 沈阳鹤蕾繁育研究基地 供人工繁育丹顶鹤等鹤蕾七百余只 为中国丹顶鹤的保护工作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地限饲养的丹顶鹤种群 为中国动物园最大的人工圈养种群 为鹤蕾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